6号新城乡第一场部落风祭在顺庵部落展开了 而新城乡长和立台自证文化礼金 同时也祈求祖灵让花莲和敬平安来年丰收 每月的7月份和8月份就是阿美族各部的风联祭典活动 在今年夏日之际可以说是新城乡境内 组织了的原住民族的盛事 新城乡第一场的部落风联祭 六号在顺庵部落的热情登场 新城乡长和立台表示 乡长以来相当重视各族群的文化活动 而在7、8月份可以说是新城乡最热闹的部落风联祭 传扬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歌舞文化之美 新城乡第一场部落的风联祭 在新城乡部落最小的部落里面第一个开始 就是顺庵部落 但是顺庵部落的各位都非常非常的团结 在我们孙安村的原住民人数不多 但是您记忆非常非常的强 我在这两天应该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从赖 看到我们潘班长 潘班长在哪里啊 赖的这个秦组啊 以及我们头目啊 可以说在晚上的时候带着我们的竹团 在这个地方秦家练舞 秦家练舞 各方面的舞技啊 我从这个赖上面看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给他们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 掌声给自己掌声 谢谢教练 我们看到一位年轻人啊 叫博安 博安叫哪里啊 博安 好 潘博安 他要荣正 为什么乡长要给你鼓励啊 因为博安可以说 非常非常地认真带动年轻人啊 对原住民各项的舞蹈力推动啊 非常非常棒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给他鼓励 参加部落阿美族人和泰鲁格族人一同来欢庆一年营渡的盛事 用歌舞展现自己的文化 一直在阳 ở各方面的词 今天将部落光影祭典第一场由孙岸部落正式展开 今天下站和礼台 新城下面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 新城下面代表田金峰 旅春美林国贤 孙岸村长各部落头目 部落十五组长也共同来参与 在演绎夏日当中 阿美族的歌声 饶仗在部落当中用歌声和舞蹈来传扬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以色列掌声谢谢我们的大教掌 活力开箱早 记得终于新城市的文化